娱乐敌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敌眼 在中国摇滚乐史上 冰昂曾画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字今日光辉岁月喜欢你 都是久畅不衰的惊许啊 然而随着乐队灵魂人物兼 主唱皇家居的离世 冰昂渐渐示威 直到2005年彻底解散 各个成员也分散在娱乐圈里 对于乐民来说 皇家居的离去无法挽留 但倘若剩余的三名成员能偶尔合体 延续Beyond的故事 绝对能唤起一波情怀 要说华语乐坛影响最深远的一支乐队 那当然是Beyond 这是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名字 乐队成立于1983年 与2005年正式解散 走过了22年的时光 而在大众心目中呢 最值得追忆的那一段时光 还是1983至1993的那十年 四位一提的Beyond 才是真正的Beyond 中学毕业后呢 皇家居开始痴迷于摇滚乐 对吉他充满了无比的热情 虽然家里不支持 虽然没有老师教 但仍阻止不了他疯狂的投入 光玩音乐肯定活不下去 他做过很多的工作 比如销售员 小助理 电视台打杂等等 等拥有了自己的吉他 练的也差不多了 皇家居呢 就开始出去和别人一起玩 那时香港地下乐手很多 他们呢 在一些固定的地方活动 随便拉几个就组成一个乐队 玩起来了 但家居的水瓶泰菜 少不了被人嘲笑 他不卑不亢 不行呢 就加油练呗 反正要我放下吉他呢 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放下的 经过没日没夜的苦练 他的吉他水平也日渐提高 叶世勇是唯一从组队时 就一直陪在皇家居身边 直到最后的伙伴 也是Beyond时上唯一的鼓手 叶世勇也是中学时 喜欢上西方摇滚乐 开始呢 自学鼓和其他 他家的条件呢 比皇家居要好啊 中学时呢 就拥有了一套架子鼓 后来组Beyond后 他还从家里 骗来了一套房 作为排练场所 中学毕业后 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 作业务员 一边上班 一边继续玩音乐 本来呢 他有几个一起玩乐队的朋友 后来慢慢 有的人就不玩了 皇家居 乍一看话不多 甚至呢 说貌不惊人 但一聊到音乐 话就滔滔不绝 双眼呢 开始冒星星 他们算是一见如故吧 但他们绝对没想到 他们的偶遇 今是一段传奇的开始 皇家居 叶世勇 李永潮 三个人聚齐后 吉他 贝斯和鼓 都有了 但那时候 他们玩乐队 很少唱 都是玩纯音乐的多 主唱可以不要 但一把吉他 却不怎么够 所以接下来呢 家居把叶世勇和李永潮 介绍给了邓伟千认识 从此 这四个人 便组成一支相对固定的乐队 一起玩音乐 有了固定的乐队阵容后 邓伟千率先提出原创的概念 因为当时香港的地下乐队很多 但大家基本都是在翻唱英文曲目 他们觉得这样没有特色 一定要有自己的作品 家居非常赞同 从此他们便开始往原创的方面开始发力 逐步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当他们在筹备永远等待演唱会时 叶世勇找了一个读设计的朋友 帮他们做了许多美工方面的工作 当陈时安离开时 叶世勇突然想到 这个朋友呢 也是个吉他手 何不请他 帮忙救场呢 一商量呢 对方竟然单一了 他就是黄冠忠 黄冠忠算是吉他手 但他之前只喜欢搞重金属 这次呢 不仅要适合Bion的风格 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熟练他们那么多作品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最终呢 黄冠忠交出了完美的答卷 帮助他们圆满的完成了这场演唱会 更重要的是 黄冠忠不仅从替补转正 从此呢 就没有再离开过 到此为止 Bion乐队我们熟悉的四位成员 黄家居 叶士隆 黄家强和黄冠忠 已经悉数到齐 2003年4月 Bion为庆祝乐队成立20周年呢 再次聚首 可惜两年后就宣告曲 行告别巡回演唱会 从此呢 三人就开始一个人姿态发展 黄家强更与黄冠忠闹不合 黄家强称 99年拆伙以后到2003年重组 这段时间呢 做了几首歌 其中呢一个就是无间道理的主题曲 长空 完了之后 不要让三人发觉 可能是分开了的原因 以前没分开时 没有出现一些问题 后来分开过以后 重新组合是这么困难 大家都出去做过自己的个人项目了 所有音乐均有自己控制 喜欢怎么编 怎么玩都可以 导致大家都有了自己独断专行的一面 然后再将三个都喜欢做主的人 再放在一起就不行了 摩擦开始增多 甚至一度还出现黄家强和黄冠忠吵架的事 近期有粉丝在被私守黄家强的社交账号下留言 希望呢 他能早日与黄冠忠重聚使 却肯遭直接拒绝 黄家强呢 非常坦率地表示 到不同不相为谋 在此之前 黄家强几乎不怎么活跃于社交平台 这次呢还特意提到了对Bion的怀念 乐迷们还以为这是破冰的兆头 没想到被当头一棒 坐实了Bion再也难以重聚的事实 许多网友也对黄家强如此笃定的 与皇冠中划清界限一事 感到诧异 不管呢 在合作时期有多么大的摩擦或误会 如今乐队都减散15年了 怨气也应该消散了吧 的确啊 从过去数次出现的小虎 对棒棒堂飞伦海虫聚的场面来看 即便组合成员曾经有矛盾 但事过进天之后 往往也就释然了 怎么会像黄家强黄冠中一般 仍然老死不想往来呢 其实还真不能怪黄家强和黄冠中小气 主要是两人之间的误会实在有些大 很多人呢 都曾猜测过并忘解散的原因 大概率是由于黄家居离世之后呢 剩余成员的新步棋 接时三人之间的矛盾还挺多的 除了收入评分方面的分歧之外呢 他们各自的音乐理念也有一定的差距 在解散之前呢 黄冠中还曾因为朱英在度假时 被偷拍一室大发雷霆 他以为此事的由来是黄家强向记者告密引起 最后呢闹僵了两人的关系 解散之后两人断了交往 就连鼓手叶士荣的婚礼也不见二人同框 本以为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应该就此消失 结果到了2013年 他们突然在社交平台上掀起骂战 引发了不少吃瓜网友围观 这种直接撕破脸的决裂在娱乐圈是相当的罕见的 明星好胆也是公众人物 事事留一线才能避免往后相见的尴尬 结果呢黄冠中和黄家强两人都比较倔 吵完架也不理对方 自此便老死不相往来 如今黄家强能在网友的询问下 平静的回答有关黄冠中的问题已经非常难得了 但这样的回应也完全盖上了边岸无法重聚 虽然这一决定在粉丝看来算是遗憾 但他们呢至少还在大众的心里保留了比较美好的印象 用前段时间2016届超级女生重聚为例 女人们呢私下关系不和谐的回忆杀反而呢更伤人 相信很多观众在看到2016届超女站在一起时 心里也有些激动 毕竟距今为止呢 他们也分离了十多年 就算过去这么久 相信这次重聚呢 也一定能唤醒他们曾共同努力携手前进的情怀 然后谁也没想到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少 虽然当众互拆台 把戳人类点的惊喜一度变成惊吓 而由今边岸重聚的呼声这么大 其实对于三位几乎不怎么联系的成员来说呢 也是非常尴尬的 他们大可以像超女一样 为了钱热度参加一下节目 举办两场演唱会 但粉丝们的热切只浪费了时间和金钱 感动了自己与其不断的追求过往 怀念往昔 还不由给几位不愿重聚的成员们留够体面 让他们永远以B1成员的美好形象 活跃在月迷的心里 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精力集中在当下 不再消费B1这支经典乐队呢 这也算是一种爱了 好了 今天娱乐敌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拜 明天见 再见